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傑 很久沒有拍影片跟大家見面了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比較少出門去做探險 或者是做旅遊的部分 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就會知道 我從某一部影片開始就說我不去上字幕了 因為上字幕是非常麻煩複雜的事情 那最近我會慢慢的把這些影片的細細字幕給上上去 為什麼呢?不是因為我時間變多了 而是因為大陸出了一款軟體叫做簡印 它非常特別是能夠出自動識別字幕 而且非常的準 語氣、斷句也都非常的好 那它裡面所出來的這個字幕都是簡體的 那你要如何把它繁體的 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導出SRT的CC字幕 那在Final Card上面 因為我自己使用的是蘋果的剪輯軟體 所以我會順便教大家如何在Final Card裡面 把CC字幕導進去軟體裡面做後製的剪輯 那如果說你想要快速的去跳轉的話 把時間點在這邊 你可以跳轉到你想要看的地方了 好那我今天也剛好要把其他沒有上字幕的地方 上去CC字幕 那我們就一起跟著做吧 走 開始來教 那這個簡印的電腦版下載 我等一下會在那個資訊欄的地方 會在附上 那我們現在一開始呢 我們會要去先剪輯好一個影片 然後輸出完 接下來會在這邊呢 按下開始製作 那開始製作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可以導入素材 或者是我們直接用拖曳的方式 然後這邊鑽一個片鑽進來 那進去以後呢 你直接點它就會播放了 那我們會把這個素材 壓著 然後直接拉到下面來 拉下來以後呢 我們會去點這個文本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識別字幕 識別字幕 然後我們直接做一個開始偵測 好的 那我們現在看出來 它偵測出來 已經完整的偵測出來 這個這個識別 那去大概看一下 其實它的 講話 跟順序 語氣 算 基本上算是蠻準的 比較麻煩的就是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 是 繁體字 那這邊它出來的話 畢竟是大陸的軟體 所以它是解體字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去去弄呢 那你 今天它這個軟體算是你隨時 編輯完 它會隨時存檔 所以你不用去做任何動作 你只要這個文件夾 已經出來以後 就是幫你識別完以後 在它的 檔案裡面都可以找得到 好 再來我們要去找這個 字幕檔 它存在哪裡 它是會隨時幫你存起來的 它會在這個檢印這個地方 然後 使用者 data 跟projects 然後按進來這個裡面 然後再點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裡面 它會有一個 點 json的檔案 點 json 那你要至於會看哪一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info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文字表 那這邊就是一個ROM嘛 那你就右鍵 然後把它 選擇打開文字編輯模式 我就會看到 其實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字幕其實都有在這裡面 現在看起來可能會眼花繚亂 我稍微幫大家找一下 它會在 它會在這個地方 你看 它這裡就會有一些 譬如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字幕的部分 然後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先不要緊張 好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按comment加a 把它全選以後 然後按comment加c 把它複製 接下來到這個 這個 網站 那這個網站我也會放在 那個說明欄裡面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用 把簡體 跟繁體的互換轉換 然後把這塊原始碼貼到這邊 貼進去以後呢 然後把它按繁 簡體轉繁體 有一點繞口 好 轉過去以後呢 它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部分 它就會全部變成是 繁體字 接下來我們會把這個地方複製 接下來就是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網頁 把這個移開 然後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網址我也會放在 說明欄裡面 那這個是人家寫起來的 那這邊我們會先把它清空 然後貼上我們的 這個 剛剛耐串 然後生成SRT檔 生成SRT檔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底下就有這個 繁體字的 繁體字的這個SRT就可以保存 保存 保存 那我們就可以設定一下這個檔名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傳到 YouTube上面 然後後台去上CC字幕 直接上上去 因為它這個都是有時間碼的 是非常方便的 這個SRT檔 直接變成字幕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參考看一下 這個是完整的影片 然後 它已經導出過了 我會建議你們這樣子做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這個方式 如果說你裡面有下一些 譬如說中意字的話 它會直接 就變得有一點點問題 它會直接把你那個中意字的字體啊 什麼全部都亂改掉 所以如果說有上一些中意字或什麼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導出以後再來做 好 那在這邊你要怎麼去去直接做呢 像這個一開始就是這裡是講話的地方 那我們會先創建一個 簡單的字幕 基本字幕 基本的字幕在這邊 然後 我會在這裡先把我的位置先調好 然後不管是字句或者是大小 到現在這邊 好 那我們把它全部框選起來以後 我們把它全部框選起來以後呢 我們再 把它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導出XML檔 那這XML檔呢 我們就是 輸出給它一個名字 導出 然後導出之後呢 我們會利用到這個是 Final Cut的一個軟體 它是算是跟它一起搭配的軟體 這個叫做Final Cut SRT 那這個是要付費的 我記得好像也蠻便宜的幾百塊而已 我很久以前就買了 那買了一次就終身使用了 好 那它這個就是你要去點擊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剛剛就有輸出一個 我們就有輸出一個XML檔 跟SRT的字幕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成果 看一下這個 XML檔 跟SRT檔 放進去以後呢 我們會 直接做一個 匯出 好 匯出以後 它就會給你一個這個 然後就按儲存 然後選擇一下這個 導入 如果說你要在後製軟體編輯的時候 你就按點擊替換 我們按剪輯替換 然後再去點到這個專案 然後點進去以後 你就會發現全部的字幕 都會上好了 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還沒有去更改的 那你可以把它放大以後 就可以去做每一個地方的小小的更改了 然後這個就是Final Card簡單 去做到這個上字幕的地方 給各位做一下參考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的如何自動生成字幕 轉成 軟體字 然後在Final Card如果編輯的所有影片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是阿傑 如果有更新更棒的方式 歡迎在底下分享給我 我也會分享給你們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